我那樓里要穿 你不能再穿 不要 你穿好 好久不見的王大陸 白襯衫 搭寬褲 阮晶天則是一身黑 高顏值為新電影合體 今天是我們大日子 我是女生的媽媽 阮晶天飾演的警察 和黑幫分子王大陸 鬥舞也鬥志 描述東南亞人口販賣綁架案 這回還和影帝張家輝合作 兩人直呼夢想大正 不只是看到 甚至是感受到他的力道 角色裡面他們就有 比較不同樣的打的方式 用的力 用的武器都不太一樣 因為這次戲有了私交 說到練武打 阮晶天說自己很喜歡 但最極端的情況 竟發生這件事 小天哥天天抓著我去健身房 好幾次把我們幾個人練到兔 他是希望我們能夠記得 那種平時的感覺 同樣是帶有暗黑 反骨元素的新電影 還有壞男孩 最近條子徐猛兄 你要記得你欠了錢吧 描述屋建合 黃聖球等四位少年 都生長在失能家庭 成為了彼此靠山 某天遇上陶家少女黃湘婷 關係起了化學變化 戲外的自己也曾經這麼叛逆嗎 我覺得我滿乖的 到我們家很奇妙是 一定要回家吃晚餐再出去玩 就是每天晚餐我要看到你在哪兒 我三天我會打電話跟你們說 我是平安的 然後如果三天沒有打電話 你就可以報警 為了讓演員更融入角色 導演還出了一週只花500元的考題 讓他們練習 我覺得他其實是一個講話不快 但是很能夠把節奏 掌握在自己身上 然後跟那個角色裡面的 史大是很像的 所以你平常不會當 就是掌握話語權的那個 沒有那麼大的意願想跟別人相處 現在還是 現在還是 那我的訪問可以中斷 沒有啦 玩笑話啦 結果這次磨練也學到關心人的課題 訪問也很真性情意外全粉 特別訊息 林育彈唱片區 差不多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